大家好,我是雅雅,只有來抽角色啦 我們的國際版中有原創棋局角的叫做 艾琳娜和莫甘娜 這兩隻我只能說非常的強勢 都是國際版原創角色,非常的強 他定義真的是物理跟魔法的輸出頂尖角色 真的很頂尖,他只差很難養,裝備要吃得很足 然後加上我們國際版送了一堆券 我們就先從... 1S券來抽 很容易就歪掉了 先把池子洗乾淨 我們再來用... 召喚券再去抽 先把1X券抽一抽 就是把池子洗一下 洗乾淨一點 比較容易出紅啦 我是這麼感覺啦 一到大家抽紅的經驗也是... 運氣好就中了啦 但是...還是有機率啦 如果你是先用... 其他方法 先把3星的機率都把它洗掉 就跟衝裝備一樣到搖 先把機率拿出來用 你看這個都是藍石藍石藍石 先把藍石抽掉 然後比較容易抽紅 大概20張吧 20張然後再上去有機率去中紅 如果先中紅的話就比較危險了 就抽不到了 就是機率問題 當然還是不一定準啦 但是依照機率學來講 是比較容易的 先把藍石抽一抽 把池子洗乾淨一點 紅石就會比較多 關於這次的國際版戲劇角嘛 因為是... 國際版的 非常的強啦 他很是號稱 霧魔魂傷第一名 看過他的數據非常的高 高到離譜啦 當然啦也是很吃霧魔裝啦 所以要有一定的信賴才有辦法把他攻擊力撐出來 但是... 撐到2500之後就已經很強了 出了金石了 尷尬了 如果金石含也好 不要出紅是吧 出紅就更尷尬 先把池子取一下 金石大概10張就會中了啦 運氣再這麼不好 10張就會中了 主要是藍石 藍石就是... 比較多 因為畢竟... 紅石也才3% 自己去算那個機率就知道了 唉唷... 如果這個爆紅就尷尬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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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然... 等下去抽池子 一定會中啦 那個...爆給我看了對不對 我們再兩張 我們再兩張就去抽真的了 如果再一張就中了紅石了 我就認了 應該沒那麼運氣好啦 中了紅石很開心啦 但是... 中了也要那一隻才有用對不對 好,我們去洗艾尼納的池子了 如果我都沒中,我再回來抽五星券 付費召喚這邊 這個指定一輪跟指定四輪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寶石了 所以我這個是直接放棄的 直接放棄的 指定一輪有免費抽一次 但是我沒有抽到 所以我還是沒抽到 沒有寶石沒關係 我們有召喚券 這個有17張三星券 我們就來聽聽看 說到說哈我是不敢 因為 我有他,我好像也養不太起來 因為我的霧魔裝真的太少了 畢竟這個是很吃 很吃信賴的角色 所以說要養起來特別的難 不過他真的很強啊 他可以跟兔子券 艾斯德爾 艾斯德爾 艾斯德爾的閃電衝擊是可以搭的 而且,莫甘娜也可以 莫甘娜也有閃電衝擊 所以很強 莫甘娜是目前最強的召喚師 最強的 他有信賴就開場4動 非常地強 真的很強 強到虎爛 而且還可以 第一回合做4動軟機 第二回合直接大輸出爆發 太誇張了,傷害非常地高 吃魔力 以及召喚 召喚受傷害 對,非常地強 抽到木甘娜會比較好 因為他是 主要是魔力 但是有吸狙角會更好 因為這隻吸狙角 他是 物理跟魔法的鬼傷 然後加上他又有輔助的人力 他又有護盾、減傷 然後以及 Dbuff 然後自身上狀態 非常地強 真的很強 他軟機也是爆發一波的 傷害非常地高 而且目前是混傷最高 國際版原創戲劇角就是 強 混傷最高 差不多了 要進關鍵了 趁最後10張了 其實 其實 我是覺得 有愛就抽 不一定就是被強迫的抽 我覺得這個小色 我是屬於收集型的 我每個系列都會抽 只是有沒有中而已 有中是最好 有中的話代表是 我有收集到 沒中我就當作 沒關係 沒關係,因為這次的 三週年慶 我其實抽了很多 紅 其實不差這一隻 紅 這隻紅 我是覺得 也是可以當收藏 頂多是拿來當倉管 偶爾拿出來玩 加上這次 這次的 bonus 所以一定會拿出來用 一定會拿出來用 就是 關卡的加分 可以比較節省體力 剛剛有抽到 bonus 是最好 因為有沒有 bonus 對於 積分來講 真的是有差 可以省很多的體力 因為你多了100% 或多了200% 你可以省好幾場 真的省好多 省下來了 就可以再去打其他關卡 連續出兩斤 這個 重點是 都沒中 都沒中 都沒中啊 好啦,我們剩最後五張了 要不然我吃紙還洗不夠 撈不到紅石 就是抽完一點都被意外啦 就是抽完一點都被意外啦 真的是他回收券啦 因為畢竟是國際版CG9 他的動畫也不錯 很好看 很強 真的是很強 那光那個閃電衝擊 可以跟艾斯德爾券的話 就真的是強到翻掉了啦 而且倍率很高 倍率比兔子高 至少多400% 多400%喔 技能威力多400% 所以他有多強 真的很強 他都一直出金屎 怎麼會這樣 他都一直出金屎 真的,沒有希望他爆紅啊 好,沒關係 池子已經洗得很乾淨了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 有一張 10%的五星券 我們就來抽掉 因為他也蠻戰格的 我們就抽掉 結果是金屎 好,沒了 好,我不敢加碼加碼加碼 我們還有8張 我們抽5張 沒中就算了 真的 沒中就算了 我們就回去再抽 1S五星券 看到沒有 就是出現在四星券 結果給我歪紅 兩隻 什麼一隻 開心開心開心 開心開心 開心開心 我們撈得很成功 我們撈得很成功 我們中了對不對 說好的再抽 基本上這個已經洗出紅石的機率會比較低了 除了說我連撞真的是我太曬 抽到剩五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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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算話 抽到剩五張 然後四星的鑽油就不抽了 然後我們回去抽那個 EX券 EX券的卡池是真的非常大 我有四張 命中率有多低 我跟你講 非常低 我們也是從 不用從 這個一定是五星的 所以 會中就是會中 不會中還是不會中 中目前新角的機率真的是偏低 這是我第一隻兵女 這是真的 真的是我第一隻兵女 好感動 現在怎麼才來 我好像已經用不到你了 他也是混傷角 以前的兵女超強 愛麗絲 我終於有愛麗絲了 這個都很老用 新來 放心 我很快就把你養滿 還有兩張 還有兩張 既期待 又害怕受到傷害 今天很多人就說 會抽到一隻很奇怪的 廢洪 不是說廢洪 阿薩摩 這也是第一隻 這全部都是第一隻 我第一隻 紅茶 其實我到現在就是我第一隻 紅茶 剛剛全部抽下都是我第一隻 怎麼會這樣 都沒有上七星 該中我中我中 終於重複了 小龍女 重複了重複了重複了 爽了啦爽了啦 爽了啦 好啦可以收工了 收工 我基本上沒有東西送了 除非有自選劍 我自選劍可能會選摩甘娜 我還有21張 所以說我還可以自選兩隻 原本是要留給網址的 王子 因為王子還很久啦 所以不用存那麼多 然後 太妻的扎克斯 我是覺得 也是見仁見智啦 也是可以抽啦 可是我是覺得 這更強啊 這個更 更需要 這隻國際版CG角真的很強 建議大家去抽啦 有賺的可以去拼一輪 看看 有運氣好就中兩隻了 真的 因為是 五星機率5% 所以非常的高 好啦 今天分享到這裡了啦 都是OP角啦 國際版的OP角啦 可以代替 代替目前 艾斯德爾的位置了 兔兔可以退休了 新的霸王又降臨了 哈哈哈哈 好 感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能抽到 掰掰